晚安 禮拜五了 一起來關心週末還有未來一週的天氣吧 相信大家今天出門去會發現到 其實天氣狀況都還算是OK 可空中怎麼感覺就是霧蒙蒙的 因為今天空氣品質真的是蠻不好的 我們帶你來看看指數就知道了 其實全台灣你看 顏色比較淡的時候是深夜 但是到了白天 境外污染物開始飄進來 再加上各地的空氣污染 其實南部地區中部地區有些地方 都亮起了紅燈 那明天的空品也那麼差嗎 我們來看 中部南部都還是要注意 甚至其實北部地區空氣品質也是不大好 因為現在風場吹偏東風 境外污染物吹進來擴散條件不佳 只有東半部地區明天空氣品質是好的 外出過敏族群我建議戴上口罩 溫度方面我們也來看看 今天其實各地溫度都還算OK 不至於到太熱 北部溫度25度 中部28度 南部地區台南28 高雄也是28度 明天溫度會再高一些 主要是因為東北季風減弱了 今天稍微還涼一點 明天北部就不一樣了 高溫30度 30度之上 南部地區也是一樣 未來一周的高溫都是在30或32度 體感溫度當然會再更高一些 所以外出 天氣好歸好 出門去是不錯 但空瓶不好 戴上口罩 高溫注意防曬 會下雨嗎 我們來看 明天大概就東半部地區 因為偏東風關血 所以迎風面會有些水氣 其他地方天氣都滿穩定 下次天氣要有變化就是這邊了 週一 週二 屆時會有封面影響 全台灣都會轉為猶豫 華視會隨時幫您掌握 以上這一節奇想 哈囉 我是萊亞 想要搶而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